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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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去哪里找工作都别拒绝 我真的真的很难过 在巴黎的督筍头打零食工 然后卖一口香肠 那个时候时薪一个小时撒一百块 那有的时候是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 因为如果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那我一天只做两个小时或是三个小时 我不让时间白流 白天去工作 晚上我去念夜补校 这是我们国小 国中 高中 在101年的时候 就去考保险的业务员 去考保险的征照 我回想说 发生意外的时候 我个人没有保险 所以呢 我一定要就是从保险的事业发展 我想说 我提升我生活的品质 越南人能去考保险的征照 这真的很难 我小的时候 我的梦想是当老师 因为我妈妈的家属都是老师 那我想说 加来台湾 那我的梦想没了 在104年的时候 考到母语的征照 也是在学校有教课 而且我觉得 这让我觉得很感动 是我第一天的上课 也是教到我女儿 就回想到以前 妈妈在教我 妈妈是当老师 我是学生 那现在我是老师 我女儿也是学生 那个画面 我真的很难忘 我是纯神 就是把母语 就算给新住民第二代 还有呢 我就是介绍母国 就是妈妈的母国的原来的文化 原来的美食 让新住民第二代他们都认识 原来妈妈的母国这么漂亮 这文化真的很美 可是在这几年来 我教学 不只是新住民第二代的学生 也许有很多台湾籍的小孩 也是上我的课 让我觉得很感动 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优势 那他会讲中文 也会讲阅文 那也许他是两边的工作 两边的双语缘吧 都都都痛 他去找工作也比较好 因为最近呢 有很多学校 比如说福人大学 自理大学 还有基隆社区大学 然后他们的邀请我去分享 我们的新住民在台湾国的生活 还有越南的文化 越南的米食 让台湾人认识 多多认识我们的新住民 认识我们的文化 台湾是我第二个故乡 巴黎是我生长的地方 让我圆我的梦 而且我要为新住民的姐妹服务 卫生手是需要有通育员 从95年到现在 我一直一直到 在巴黎卫生手服务新住民 在106年的时候 就省立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 因为在这边的话 我就是有机会接触到姐妹们 那我了解他们的困难 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的女儿很喜欢在这里读书 但是她刚刚来的是有机会 不可以上学 那关怀服务站的话 就是定时定点 就有志工来打电话 关心新住民的姐妹 关心姐妹们 她来台湾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觉得好多新姐妹们来台湾 那什么都不用怕 不用担心 因为有我们的服务站 有方恒姐姐都在 我都会支持你们 而且我会鼓励你们 零开始 那我相信自己的姐妹们 只要努力学习 所以你们会收到很甜的果实 给人幸福就是幸福 大家好 大家好 ettes